4月6日晚,新加坡女歌手郭美美发文暗示,因名字遭遇区别对待,并先换爱特了三个电视节目组。 据悉,现年40岁的郭美美来自新加坡,也是很多80后和90后的童年回忆。 提到郭美美本人,多数网友可能并没什么印象,但她下面这首歌,你却一定听过。 看见蟑螂,我不怕不怕啦,我神经比较大,不怕不怕不怕啦。 2011年以来,受某个90后童年炫富女的持续遵死行为影响,郭美美事业大跌的同时,一经常会收到一些不明真相群众的指责和谩骂。 4月6日,郭美美委屈地发文恳求大家再给这个名字一次机会,给自己一个机会。 对此,有网友建议道,换个一名吧,你的努力已经不可能委屈这个名字的恶劣不生。 另一方面,也有了解前因后果的网友表示,应该给人家一个舞台。 其实,作为歌手,郭美美本身并没有做错什么,名字都是父母给的,以一个名字而遭受多年的不改之冤,难道最应该改变的不是观众对名字的狭隘成见吗?大家觉得呢? 快来接听啦啦, oh my darling,多么动静啦啦, what a darling,所有通话站立,我只要你的声音。